大家好 歡迎收看五間總結 我是李慧儀 首先和大家看看內地和香港股市中午的收市情況 內地股市普遍下跌 湖深300指數中午收市報3885點跌22點 上證綜合指數報2899點跌11點 深證成分指數報9763點跌45點 港股方面 恆生指數中午收市報26456點跌433點 國企指數中午收市報10458點跌160點 大市成交暫時是431億 這個環節的嘉賓 你好 阿諾 你好 Kiri 你好 阿諾 都看回了 今天有消息指中美可能要到明年才會簽署貿易協議 加上美國參議院通過了香港的相關法案 可能都會影響到雙方的談判進展 今天恆指低開300多點 最多還跌超過500點 負面消息充斥著 26,000點收不收得住呢 我覺得有個情況 未至於說 守不住26,000點這些水平 其實剛剛一直都說 恆指大致上低的上升通道入面 勢頭不算 當然跌得那麼急 一定不樂觀的 但不算差 因為整個浪高於浪的形態 其實是沒有打破的 如果後市站得穩在這個低位流上 或者甚至 在11月中 即是在5日前的低位 即是上星期五個低位都受得住的話 其實你是說 形態上不算差 在這個上升通道上 只不過上上落落會比較反覆 後市 一旦有什麼好消息 或者看到一些不明朗的因素淡化 譬如現在說貿易戰風險因素 又為淡化 有機會打翻上去 所以暫時看 26,000點比較關鍵 可能有機會落到這些水平 但是跌穿了 我想再看一些消息 如果市場認爲 12月中 即是12月15日 可能美國會對餘下15億的貨品 都全部徵收關稅 當然又穿了26,000點 問題甚至說 如果這個因素浮現的話 下年經濟表現 股市的走勢上 看法都會偏負面 但是反過來說 現在覺得首階段協議不能夠 可能短期內簽 之前市場本身是估計 現在本來11月可能有機會 11月底已經簽了 之前就一度被淡浦潑的冷稅 大家估計 可能12月的時間左右 可能接近 關稅生效前一兩天 可能12月中的時間才簽 現在說到可能要是 下年年頭才簽 當然是可能使得 今天的市況跌下來 但是說了 下年年頭簽和12月中 會不會真的推關稅 有兩回事 如果這段時間 中美貿易的談判 雖然是較著 但是情況不是太悲觀的話 純粹可能真的 一些矛盾位 例如說撤不撤銷關稅 這些是爭吵的 可能導致情況推遲 有可能 但是代不代表12月15日 一定會把所有貨品 清收關稅 這個又未必 所以說了 都是看貿易戰相關的消息 但是短視方面 我想要上分27,000 似乎我們看到有一定的阻力在 所以暫時我覺得波幅區間 可能26,000至27,000 這些位置 上上落落不出奇 現在26,400至26,500 這些水平 就好像真的賣大小 賣升跌 我覺得就真的投機性 利度比較重 我建議大家最好先抱個觀望態度 但是很老實地說 我覺得不需要太過悲觀 看完大市 大家也看看板塊 我看到歷史當中 阿奴達水泥股都會受捧 華洋水泥都升了少少 即是0.3% 中建財曾經升了2% 你看回近期 內地水泥價格上升 全國的散裝水泥均價 距離去年最高的價格 都欠了7元左右 是否其實可以再升穿這個價位 其實水泥價格不下跌 對於水泥股來說 已經本來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因為以目前水泥價格這個水平 基本水泥股的毛利率 都是一些較高的位置 整間公司的現金流狀況 賺錢能力 股本回報率 都是一些很優秀的數字 所以會令到整間公司的股值 會變相變得非常之吸引 因為我們其實看到 例如剛剛提及到 最大的三間水泥廠 其實你說現階段他們的價位 雖然是貼近近52週 甚至有些部分是歷史高位 但問題就是普遍市盈率 都是700倍PE左右 正如剛剛所說 因為他們有一個很強勁的現金流 論股息率 就算負債水平高到非起的中現財 都有差不多接近3里 如果你說現金水平比較強的 華潤水泥或者華海溝水泥 甚至股息率有4里以上 所以說用來收息 本身已經有很大機會可以採食監修 所以這是現階段最重要 看到水泥價格旺季的時候 可能有機會看到旺季的狀況 水泥價仍然是高企的情況下 對未來業績有很大的幫助 為何水泥價格能夠高企呢? 第一方面內地不斷推一些基建項目 去扶持經濟 這方面對水泥需求有一定的保證 利好水泥價格 另一方面就是 很多房地產發展商 其實11月份12月份的合約銷售 應該是不差的 而未來 也要隨著不斷賣樓套現 令內房行業有穩定的現金 這個過程也是很利好短線的水泥需求表現 所以未來水泥股的確是其中一個辦法 我覺得有機會可以跑人大市 最重要就是它的股息率 或者股值上仍然比較吸引 如果水泥價格能夠繼續在高位的話 其實你是說老實最受惠的 或者往往跟水泥價格敏感度最高的 的確是中建材 但問題我始終都會覺得 水泥行業很難會有爆發性增長 甚至未來還會有限產等消息 其實你是說 他們賺多了錢都是沒有做的 所以我覺得一直以來都有一個憧憬 就是可以駁這些水泥股派息上 遲早會有驚喜 所以如果這些位置去追究 我始終都是建議選擇海螺水泥 你說50元這些位置差不多接近歷史高位 但是駁它升多1成 我覺得都可以的 這些位置賣2分47元做指線位 其實直播率都叫吸引的 就看高1成看55元這些上映 看看另一個板塊 醫藥股反而普遍受壓 石藥、終生製藥那些都在跌 昨天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要求 再一步推進藥品集中採購和使用 其實這個風險因素一直都存在 現在再宣佈擴大集中採購和使用藥品品中的範圍 會不會增加了市場對這個板塊的疑慮呢 其實風險因素是會增加的 但究竟是多大的影響 現在大家都在猜猜一下 不知道的 其實你始終在說 近期來講藥股 為什麼升得比較多 主要原因是大家在淡化大量採購大量的影響 其實你會看到 譬如看石藥的第三季業績 或者我相信未來26日公佈 終生製藥份業績 我們都會看到 這些公司 未來有很多大量的新藥可以投產 或者可以在推出市場上購買 就算不是大型的 比較小的 譬如看錄業製藥 有幾間的藥股公司 其實都近期來講有很多新藥去購買 所以這個行業 最重要是未來的狀況 就是多新藥推出 而新藥的數目可以抵消 他們部份的未來的藥物 這次進入大量採購大量的負面影響 因為大量採購基本上就是可以肯定地 哪種藥物納入在名單裡面 就幾乎沒什麼錢賺 純粹是薄利多銷 不虧錢就已經偷銷了 大問題就是 如果你看看第三季業績 石藥 或者未來中生製藥 我們也看到還有很多大量的新藥來講 只要大量採購的擴大範圍 整體的力度沒有想像中那麼大 其實它影響不大 何謂會大呢 未來如果由之前現在變成全角星 25隻藥物左右 突然一下子擴大到50隻 甚至100隻 當然整個版本自然就有壓力 調整壓力會非常大 但如果未來可能由25隻擴大了10隻藥物品種左右 不算是一個突然間很大轉變的話 其實影響相對地會比較輕微 因為最多都是每間公司 都是多一隻藥物 可能會納入在名單裡面 甚至沒有也不奇怪 所以看回未來之後 大家猜猜一下 究竟擴大範圍有多大 這一刻的確是兩起一個景奧 特別是它們升得多 所以短線會有調整壓力 這些位置不建議接住 但是老實說 又未必說真的太過負面 所以暫時說有貨的 會建議先止涉 盜點低位再去買飯 至於短炒方面 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始終政策風險現階段會慢慢地霍現 我想就算基本因素強 短線獲力回吐的沽壓 都可能會上碟比較大的 謝謝Anno 你這麼詳盡的分析 都想和你申報 你有沒有持有上述所說的股份 都沒有持有的 謝謝 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的直播環節 稍後再見 謝謝